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好饭不怕晚,002海军结海事,尚存疑问石锤说法,还太早4月20日深夜,辽宁海事局网站突然发布消息称, 在4月20日到4月28日之间,海军将在以下区域内进行军事演习,届时禁止任何船只进入该演习区域,通告一经发布,网络上各种石锤之声不绝于耳,大家倾向性的一致认为此次发布禁航,另就是在为002航母海事做准备,出现这样一致的看法,实在事出有因, 随着网络上不间断的或报道,或曝光图片的流出,002号航母的一举一动,都在军迷的密切注视下,近日,随着建造航母的工程接近完工,用于安装建造外部设备的脚手架,都已经完全拆除, 与此同时,甲板上的用于建造航母的设备也越来越少,整个甲板几乎已经清除干净,这一切迹象表明,002完工在即,海事将是下一步的动作,虽然,完工就意味着海事即将开始,但是海事到底何时开始? 中间间隔多么久,这就需要看航母建造以及验收的进度如何了,另外由于,002号航母完工的日期较为敏感,正好接近4月23日的海军节,因此,广大网友们认为,002的海事,一定会去碰这个彩头, 因为在节日当天海事,一则可以作为庆祝活动的重头戏,二则可以在纪念的日子里,用这样伟大的成就,告为为中国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先列们,笔者对于海军节海事同样抱有,极大的期待,但是基于谨慎考虑,笔者认为,002在近期海事仍然存在不少疑点, 首先,002号航母还是最大的支持论点,在于辽宁省发布的4月4月20日,到4月28日之间,居行军事演习的禁航令,在4月20日深夜,辽宁方面一次性发布了三块禁航区,分别为辽航警0081,辽航警0082,辽航警00833条警告,尤其是第一条,辽航警0081, 这一条警告的具体海域为,1.38度5141N121度38,12,12.38度3412N121度3812E3.38度3355N121度0751E4.38度4813N121度14031 这一点非常之巧合,因为在我国的辽宁舰第一次海事的时候,发布的辽航警所标注的未知海域一模一样,正是基于这一点,大多数军迷,也包括笔者一开始就笃定地认为, 这次是个大大低实锤,002航母肯定会在近期举行海事,但是,稍加分析之后,笔者发现,此次一共发布了三块禁航区域,0081离得最近,如果是航母首次海事,一般情况下,绝对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,前出较远的地方去试验航行, 并多在较近的区域进行适当的航行,主要检验航母的航行可靠性,动力可靠性等,本就不用跑出去那么远,而此时画出三块区域,专门让002航母跑到三个地方,试验,实在多此一举,因此,此次辽宁发布的辽航警0081,辽航警0082,辽航警0083,不是为002所画, 那么,此次的辽航警0081,辽航警0082,辽航警0083是为谁而画的,这就要结合近期辽宁舰的动向来说了, 4月20日,由国外相机拍摄到我辽宁舰编队在琉球附近路过的画面,再结合此次辽航警0081,辽航警0082中明文写的军事演习, 我们可以得知,此次划分的区域,实则为辽宁舰版回图中进行的几次不同军事训练科目,所画出的演习区域,而不是为了002海事所画, 最后,近日,网友轮番在网络上,发布002最近的状态,从图片上看,002航母的甲板确实几乎清空, 但也只是几乎,相信后续的扫尾工作,还需一定的时间,因此,笔者认为,在4月23日,海军解海事的可能性不大, 个人观点,仅供参考,历任ZY。